新闻的镜头从高山的救援来到暗季的交通意外事故 收封箱台11线跳浪隧道 17号下午发生了6车连环车祸 当时北上车道是进行施工管制 而就有一辆沙石车疑似因为灯光昏暗 没有注意到前方路况 先是撞到了停等的继承车 又再波及到了前方的4辆轿车 而强烈的撞击力 导致了6车在隧道内撞成了一团 造成了隧道双向交通中断 毁堵了好几公里 直到傍晚5点多才恢复通车 计程车的引擎盖整片掀起 保险杆掉落在地 车尾被撞到凹陷变形 几乎成了一团废铁 而前方的小客车及刹市车的车头也严重回损 现场一片狼藉 清洁人员拿起扫把 忙着清理散落一地的零件碎屑 不过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多车连环状 车活地点发生在花莲 寿风乡台11线跳浪2号隧道 下午2点52分 当时隧道的北上车道正在进行施工管制 一辆砂石车经过时 疑似因为灯光昏暗 先是撞到前方停等的继承车 由于撞击力道猛烈 又再波及到前方的四辆轿车 六车在隧道内全部撞成一团 造成两名驾驶人 颈部挫伤送门楼医院治疗 另外义引车驾驶王姓男子 头部轻微插挫伤 未送医 九车职皆为零 幸好驾驶经过治疗后都没有生命违宪 但刹时车驾驶为何会追撞前方车辆 我都知道这车有管制啊 那我们也都有提醒 前面都有摆交通锥 跟LED车都有在前面做警示 那因为这边灯光也是充足的 施工单位指出现场都有交管人员警示 被追撞的五辆车原本都呆在停等线 却突然遭到刹时车撞击 导致隧道双向暂时封闭 在傍晚5点20分才顺利回复通行 不过详细的肇事原因警方还要理清 记者林千亿徐利勤花莲报道